台北街一名男子 因為不滿鄰居的狗對他亂叫 他竟然拿著這個棒子凶性大發 朝小狗身上猛打 打到棒子斷了三節 還不肯罷休 畫面被網友PO上網 引發了公憤 網友揚言 要動用人肉搜索把他找出來 投擔安全帽的男子手指棍棒 來到小狗住的籠子前面 二話不說就把小狗拖出來 用棍棒毆打 這一打長達三分鐘 沒停過 小狗都被他打到倒地不起了 男子還是不放過 手段非常凶狠 是這個手無福利之利的小動物 這樣子去猛著去追打他 甚至他在籠子裡面打得不夠 他都已經滾出來到外面了 還不斷的這樣子去猛的瘋狂追打 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非常殘忍的 明摘前的監視器 錄下男子打狗凶狠的模樣 小狗都被打到趴在地上了 好不容易起身躲到籠子後面 但男子還是不死心 手上的棍棒都已經打到斷三節 疑似就是這個侍主的鄰居啦 那我們懷疑說也許是他 可能騎摩的時候過去這個狗對他廢 所以他才這樣痛下毒手這樣 只因為被小狗狂廢 男子就懷恨在心持棍棒打狗 真的是很過分 這段畫面PO上網路網友人肉搜索 發現男子就住在台北線的萬里 狗狗被打之後 四主很心疼 緊急送醫治療 還好腳骨折已經逐漸痊癒了 沒有大礙 四主也決定不再讓小狗住在狗籠裡 就怕凶猛的鄰居會再來 中文新聞陳廣睿 台中報導 台北線萬里這隻被關在鐵籠裡面的小黑狗 日前就遭到了摩托車騎士 強拉出狗籠 拿掃把的木柄朝他狂打一分鐘 連著木柄都斷成了三節 實在殘忍異常 而四主事後更發現 小黑狗兩天不吃不喝 躲在籠子裡發抖 民眾提供的監視器拍到 一名機車騎士到了這裡 停好摩托車 安全帽也沒脫走到狗籠旁邊 拿起一隻掃把 用握柄往狗籠裡面搓 接著拉鐵鍊 把被鍊住的小黑狗拉到外面 開始亂棒打狗 小黑狗遭到騎士毒打 在地上翻了兩圈又爬了起來 民眾從影片算出 小黑狗被殘忍機車騎士 痛打了一分鐘 事後四主發現 狗兒怎麼躲在籠子裡發抖 兩天不吃不喝 調出監視器畫面才知道 小黑球球被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頓 因為這個狗其實根本 也沒有說衝出來嚇到牠 根本這個狗一直衝到到來 都一直很安分的在這個狗籠子裡 所以我們懷疑說 也許是是不是這個摩托車 經過的時候這個狗 吵著牠廢 廢叫急聲 四主不甘心 小黑狗被打到疑似腦震盪 把影片PO上網 有網友痛批 這名騎士相當變態無恥 說他會有報應 還有人希望認識他的人 公佈他的姓名和地址 懲罰他 至於動手打狗的騎士 已經涉嫌違反動物保護法 最高會被處七萬五千元罰款 另外四主也可以對他提出迴損告訴 TVBS新聞黃志偉 台中報導